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从一开始就被他骗了 直到现在他还在不断地给我花大饼 我是真的想跟他好好的过日子 我也在拼尽全力地给他好的生活 他怎么就不知足呢 有请你对夫妻有请 翟先生四十岁来自北京 职员 金女士三十二岁来自北京 无业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应该是新婚对吧 对 才四个月是吧 对 但这脸上怎么都是愁云惨雾 对啊 谈了多久恋爱结的婚 一年吧 你这个岁数结婚算晚的四十岁 他是离异的 离异 您是 我是未婚 您要来是吧 是我要来 因为之前有不姓婚吧 然后父亲脑梗 因为我这事着急着的 然后我妈心情不顺 发生车祸 这两件事吧 对我家 我认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然后现在呢 我认为就是 我遇到了一些困难 我的经济能力 不足以支撑他这个买买买 我之前怎么消费 你是认同的呀 我之前是买了几千块钱的衣服 那我还问他 我说我现在这么消费的话 你能接受聊我吗 可以聊我吗 他说可以 没问题 现在我们俩结完婚之后 前段日子 我买一件五十块钱的裙子 我买到家之后 他看见那裙子 开始骂我 说你的衣柜里 全是那个裙子 你为什么还要买一件裙子呀 你好好过日子不成吗 而且我认为 我的消费水平是正常的 根本就没有大手大脚花钱 你认为是正常的 但是我认为是不正常的 你要结合我们的经济实力 然后咱们俩谈恋爱的时候 就应该去看日出 寻找共鸣 寻找认可 去玩 去挥霍 然后咱俩已经结了婚了 他就是把我给骗了 因为我比他小八岁 然后他就为了把我追到手 之前给我画饼 说什么 我能养得起你 能供得起你 到现在为止 我现在演五十块钱的衣服 都不能买 是吗 你总是强调这个 主持人你知道吗 他买了一块楼莲月饼 然后我吃了 他就拉着我去民政局办离婚 然后我认为他这个人就是自私 就是因为这个婚姻法 有一个冷静期 我们才没离成 我能不跟你离婚吗 你之前是怎么跟我承诺的 你之前给我画饼 你现在又怎么对待我的呀 我为什么不跟你离婚呀 不是 他画过什么饼 现在怎么对你 咱慢慢说 他就说之前能养得起我 现在我们吃饭 我现在都吃不上饭 之前他追了 把我追到手 每个星期去找我 去商场野 我们能花费二三百块钱 妈吃上饭 然后现在结完婚之后 他言饭 他都不舍得给我出钱 前段日子我们晚上回家时候 然后我说我挺饿的 然后我搜了一下地图上 看见一个集结家 套餐才47块钱 我就跟他说吃这个去吧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这么贵 咱们吃不起 咱们得好好过日子 你这什么身份呀 你是家的大款呀 还是大佬呀 你就吃47块钱 咱们吃个十几块钱的那个饼 不成吗 干嘛非得吃这个呀 主持人我解释一下 因为是他刚买了5000块钱的衣服 我的收入就是3000块钱 您知道吗 然后咱俩要从长远上过 不能说你今天买买买 那你之前怎么对我的呀 不是你们结婚了不做饭吗 我们是那天出去了 出去玩去了 回来的时候 就是在外边吃顿饭 他言50块钱 他都不想出 而且问题是 到现在我们结婚四个月了 其实那连婚礼都没有办 就是因为他之前给我画饼 问我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然后我说我想要一个大型的中式婚礼 办得风风光光的 然后轰轰烈烈的 然后让我父母啊 让我长辈啊都有面 他说没问题 他说我给你办 他说花多少钱我花 然后到现在开始拖 这点我解释一下 因为我父亲就是脑梗 然后我妈被车撞了 对方一直没赔钱 然后我妈医疗费已经花了80多万了 这点我确实承诺你了 一旦之后呢 我现在确实经济方面 压力也比较大 我也希望你能体贴一下 然后呢 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呀 不是说不给你办 但是我先缓一缓 等我把执行款要到手了 然后我一定会给你一个 你现在还画饼呢 我当时以为我就是这个执行款 就能执行到位 但是后来他们一拖拖了五年 我没有意料到这个 就是他一分钱没钱 遇上老赖了 那我就让你缓一缓 我不是说不给你办 但肯定 你都缓多久了 我问你缓多久了 是我有些做的不到地位 但是你也同样有些 做的不到位的 我是承诺你做婚礼 但是你对我父母 这块又怎么样了 我这个就是结婚以后 我没什么 我确实 我的确实也没少给你花钱嘛 然后但是你就是上周我有事 然后我出去办事去 然后我姐姐照顾我妈 已经两天了 就是周六周日已经到我了 我大概六点左右能到家 然后我就给她打电话说 你过去能不能照顾一小时 让我姐照顾会儿 因为我姐也是一家的人呢 人家家也过日子 你作为儿媳妇露个脸 我面子很有光 但是她过我回不去 那是因为你之前跟我说 你说你父母现在这样 不需要我去照顾 你就是老好好的跟我过日子 你也过得能轻松点 哎 说这话你这不是骗的吗 我比如 哎 你就说这话 我把我骗的 我来一句来一句来一句 什么人会被骗子骗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会被骗子骗的人 第一是贪婪的人 第二是贪婪的人 第三是贪婪的人 一个人不贪婪 不会被骗子骗的 骗子的骗数再高 我能守住我自己生活的底线 他怎么骗我 就是我想占便宜啊 占便宜不就是贪吗 哪个做儿媳妇的说 公公婆婆有病 丈夫说了一句可以不照顾 他就不去照顾 但是我过年过年 也是买东西去看的 所以你的生活里就是钱嘛 我听到现在就是钱嘛 我先且不说 你先生怎么样啊 至少我觉得 而且在资料上面 您现在还无业对吧 对 为什么无业啊 那是因为我跟他结婚了呀 跟他结婚了就不工作了 跟他结婚就住了 所以就是七块钱的一碗 吉野家您都要看他的脸色呀 但是他对我不只化病 他对我父母也化病 他追我时候 他能去那个超市 也给我父母买三千多块钱的 水果 烟酒茶叶 他现在结完婚之后 我说我哪天回娘家 结果他去的是他姐那地 顺点那什么冬瓜呀 那个花椒呀 枣呀 装塑袋让我拿回家去 现在拿这个敷衍我们 我觉得一个姑爷 他周周回家 每次都不空手回去 然后结合我的家境 我能让你 这周能拿点花椒 下周能拿点玉米 我就觉得 没让你空手回去 我这个姑爷 理清情一众 我就觉得 我惦记着他呢 我觉得我能过得去 然后我也能说得出去 那我问你 咱们结完婚 你给我父母 花过一分钱吗 然后现在 现在又一直在敷衍我 还有敷衍我的父母 跟你之前说的话 完全不一样呀 包括之前我还问他 我说那以后我们住在一起 那个你是家屋这方面 我们是怎么分配的 他说那个我做饭 你要你洗碗 然后要么说 那个我有空说你来做 然后你有空说我来做 他是这么说的 现在好了 现在是什么都是我做 他是每天一到家之后 把他那个衣服 裤子袜子什么的 随手一扔 遍地全是他的脏衣服 天天就在那玩手机 他也不在动作的 这脏衣服能一堆 能堆半个月 主持人我向您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我这个 一我要工作 我每天都得去上班 然后二呢 我要照顾我父母 三呢 我还要去 催我这个执行馆 然后我还要去那边 去他那照顾他 然后我觉得我就是 确实我这边 这个不收拾屋子 我确实挺 确实是我的错误 但我这个也确实 我这边也挺累的 我也希望你能够 体谅一下我 就是我把这执行馆 要到外了 然后咱俩这个 踏实下来 我觉得也就是 你为什么一直 拿这当措辞呀 你现在什么都不干 那你之前 为什么要承诺我这些 我现在还有证据 我有照片 你看看 现在床上是这样的 你现在觉得正常 一个正常人 谁会住这样的 一个房间里 口罩那个袜子 口罩缠着追一块 我这确实是有点乱 但是我就是 你看这都能睡觉吗 包括睡觉的时候 都得先开一个角 先开一个控制才能睡 这点我确实 以后我这 我也你说到了 我也意识到 我的生活 所以你看 这是他的家 还是你们共同的家 我们共同的 那怎么会乱成这样呢 就是他那个屋 因为我这 不管是什么 就是一个家里面 你一个女主人在这 你把这照片拿着 打你的脸 因为我之前收拾过 但他每次都这么干 我实在是累的 我也没内心的 对 我认 因为我这儿 遇到了事情 我得去那个吹款 然后我就是导致 我这些是 有些是累吧 然后我这个 我向你承认 我以后 我在生活当中 我肯定改 这个你倒是强调 我对你的承诺 但是你对我的承诺 你承诺了 你做了吗 他承诺跟我 说结了婚日之后 着急要孩子 但是我年龄大了 我就是想让他早一天 那个生孩子 你结婚了四个月 你也没往这边发展 那现在怎么生孩子呀 你一个月挣三千块钱 买个奶粉 买个纸尿布 买个衣服 都多少钱 你养我都养不起 你怎么才能养这个孩子呢 我是兄弟三人 然后我父母养我们姐弟 三人的时候 我也一米八 我姐弟也都是本科毕业的 然后也都健健康康的 只要你生下来 然后咱们不冷着他 不饿着他 不动着他 我觉得就尽到了 一个父母的责任了 然后就是给他 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 让他去自己 拼搏去奋斗就可以了 你觉得你说的倒挺简单 在说我生完孩子的时候 谁大呀 你只要把孩子生下来 我这俩姐姐 都不会袖手反观的 主持人 您觉得我还会相信他吗 他现在之前那些 给我买衣服 做家务这些 都没有承诺好 承诺过 现在他还要让我生孩子 生完孩子的时候 他说什么 他姐姐帮忙带 那我如果生完孩子之后 你姐姐不带 我找谁去 我现在我已经 当了一次傻子了 我还要带傻一次吗 之前你还说 现在你也知道 你挣钱少 说什么 之前谈恋爱的时候 说什么 要不我兼职吧 我找第二份兼职 第三份兼职 你现在兼职了吗 后来我就说 那你要不找工作的话 你要不努力上进的话 那我就找一份吧 我找一份之后 后来第二天 我们老板给我打电话 说你老公那个 说你身体不舒服 我不去了 和上后来我才知道 他背着我 跟我老板辞职了 我就搞不懂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为什么 因为我姐姐 有亲身经历 就是我姐 他就是因为年龄大了 就是带新上班 然后他早产 然后我就 因为我亲自遇到了 然后我避免那情况 我希望你就是 就是生意健康 那你这不是又骗人的吗 你照顾父母 你们三个兄弟姐妹 都照顾不过来 你还指望两个姐姐 给你照顾你的孩子呀 我觉得这女士 什么都不对 就这个不要相信 在这句话 你是相信对了 您怎么这么说呢 但我认为就是应该 行 不吵了 这是结婚吗 你是通过婚姻改命了 是吧 是吧 我知道 就是嫁给一个王子 过上公主一般的生活 自己建一肚子给一男人 生出这孩子 别人给带 你更过分了 你过分到什么程度 拿你妈的命 受伤的钱 来作为你未来 生活规划的一希望 这钱好意思花呀 对方没有赔 对 所以你已经 开始规划了呀 你能告诉我你 第一段婚姻 为什么失败吗 为什么这段婚姻 给你家庭带来了 这么大的灾难 因为我生我前妻 生了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男孩 然后养着养着 他父母 就是他父母 我觉得非常喜欢 然后他家呢 哥四个 然后生了七个婚姻 他就想把这孩子 留在那边 然后我父母不干 然后两家就是干起来了 然后法律院 强行把这孩子 判给他了 不是 你们又不离婚 为什么要判给他 两家打起来了 然后 哦 就是争夺这个孩子 孙子到底是我家的 还是你家的 对 因为你家也重男轻女 对吧 生俩闺女家一个你嘛 对 我不否定 他们就因为抢孩子 他没抢过 然后现在叫毕业 让我生孩子 听明白了 这事儿你在婚前知道吗 婚前我是知道的 知道 你们俩这不相当做买卖吗 来 我接着再问啊 谈恋爱的时候 追了他多久 一年 花了多少钱 七 八万吧 他没花多少钱 实际上他把我当银行 把这些钱存到我这儿 但是又不让我花 然后我每次一花钱 算多少钱 不是 你们道理谈恋爱 因为我听你说 你说谈恋爱的时候 我买三五千的衣服 你都说可以 是吗 对 那会儿我有工作 是花的是我的自己的钱 就也说您过去 自己的消费观 就是这么一个消费观 对 我觉得 我消费观是正常的 正不正常 那是您自己的事儿 我们没有资格去做判断 所以这个男生 给你承诺了 太多经济上的东西 是吧 对 所以你们的婚前承诺 其实很简单 在我看来像一场交易嘛 男生的承诺是 我给你钱 女生的承诺是 我给你生孩子 我不否定 但是我期待一起走下去 我还想说一件事儿更过分的 这只是画饼而已 现在我们结完婚之后 我发现他人品有问题 每次吵完架 他都在跟头几个女的在聊 我给你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我对这段婚姻 寄予了很大的美好的愿望 我希望他很幸福 但是这个落差很打脸 你分明是觉得过 落差很打脸 我去跟别人探讨一下 探讨一下 我应该怎么做 我或者应当怎么把它 导入一个正确的人生光 我的婚姻才能够幸福 你分明觉得我现在不想给你生孩子 你想立马去找夏娟 我就是探讨人生怎么解决 然后我 你想赶紧找个别人接手 所以我把他带您这儿来了 我就希望您帮我梳理一下 正确的人生观 爱情观 您提出离婚了 对 喂一块月饼 榴莲月饼 他如果不现在 不这么对我的话 我不可能突然间 这么有怨恨吧 但是说他身为一男的 比我大八岁 为什么在车上边跟我抢呢 就是你想吃那块榴莲月饼 他吃了 是这意思吗 对 想好离婚了是吧 我只是希望 就是各位老师 帮我们提一些建议 我真的是不知道 该怎么走下去 如果我说双方都有问题 是不是有点像抹西尼 对吧 如果我说在这个 就是一段婚姻关系 允许各取所需 对吧 就是我对结婚 有一个美好的盼望 你也对结婚 有个美好的盼望 我们允许在一段婚姻当中 各取所需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还有那句话呢 君子爱台 取之有道啊 如果失去了这个道 那这个各取所需 看来就不太合适了 最后我要问的一个问题 您确实跟其他的女性 开始聊天了吗 我就是很失落 然后我就探讨一下 探讨什么 应当什么 应当怎么走下去 维持下去 然后或者把她的 维持什么 把她心挽回来 或者 不要孩子行不行 想要 好 第二个问题 如果她生不了 你还跟她过吗 我们之前已经做过婚检 然后我也认可她的结果 她要不想给你要呢 客观上面 她的身体能要 主观上面 她不想给你要 这孩子你还要不要 但是您是嘉宾 您是您有一个社会的正能量 她是想要孩子的 希望您正确地引导她呀 一个女性有独立的生育权啊 我们引导人家什么呀 我希望您给她 引导一个正能量 然后劝她 行了 我们理解了 行了 行了 这我不想跟您说什么了 挺累的 说白了就是 在恋爱期间的时候 男生 亲近财政的权利 在追逐这个女生 以表达她对她的爱 这个我的理解 对吗 对 在婚后 男生说我们要过日子了 女生发现要过日子 这个日子 跟自己想象的日子 是一个背道而驰的日子 对吧 是男生在恋爱期间 所表现出来的财力 与婚后生活出现了 严重的反差和不匹配 对吧 认可 第三 女生认为男生 一直是给自己在画饼 对吧 对 所以你相信了这个饼 现在因为这个饼 没有吃到 所以女生说 既然你没有兑现婚前 对我的承诺 因此婚后我也不会兑现 我婚前承诺你的 要一个孩子 是这样吧 是不是这样吧 是的 第四点 因为生活琐事 核心的琐事是 女生过得不如意 男生过得也不开心 对吧 所以女生 因为一个很小的 一块榴莲月饼 谁吃谁不吃 而向相关机构 提出了离婚的申请 事实是这样的吧 因此男生今天来这个地方 是想通过我们 帮助女生 取消离异的想法 进而让我们说服这个女生 去生一个孩子 是这样的吧 老师们有什么想法 你们听一听 让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章 如果你的老婆 帮你生完孩子 今天你就高高兴起 可以回去了 问题解决了 对不对 那孩子生出来了 他还是对你的承诺 因为没有实现 不满意 把婚离了 您是这么认为的 我假设 那有可能 他真的有一天 铁了心了 他要和你离婚 孩子判给谁 还得判给女 别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所以我想说的是 要生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 可以支持的理由 但是咱得把 主要问题解决了 不是先生了孩子 然后问题就解决了 不是这么简单的 女方 她的承诺都实现了 她曾经答应过 你花的钱都花了 包括那边所谓的 追来的款 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全部花这个婚礼账 她说到做到了 她后面的妹妹 想过没有 她就三千块钱 您最终可能 再想吃那 47块钱的东西 还是吃不到 我不知道两位 有没有这么思考 这个问题 这个南方 我认为 这个生孩子这件事情 首先建立在 你们来感情好的基础上 过日的基础上 剩下的事情 都是白弹 摆在上面的 你们俩目前的感情 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 角我头一次 在婚内 然后我这么强烈的历史 赶紧分开吧 但是 我又另外一种声音 我说你俩还在一块吧 别用这样的思维 去祸害别人 如果你们俩 如果不能清醒的话 不能有自知 靠别人 最终都不靠谱 我的观点 两人各自赶紧就白白 从中找到经验 好好地去规划 下一段的生活 别彼此耽误了 也再奉献一句 今后也再去坑害别人 其实你们讲述过程中 我还是挺惊讶的 挺震惊的 就是两个完全 没有意识说 自己在做的事 说的话 是那样的 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何谓不忠 你在感情上 对她从头到尾都是欺骗 用金钱换取 一个年轻女性 跟你结婚生儿育女 如今只有一个借口说 我钱还没要回来 我钱要回来 我就给你那样的生活 从头到尾都是欺骗 不孝 你能跟自己 未婚的这个女朋友说 将来你进我们家门 我瘫痪在床的 母亲生病的父亲 不用你照顾 你的妻子 不用和你一起进校的 而你自己又有多少校 你的姐姐帮你分担着 照顾父母的 很重要的责任 你还说我要生个孩子 媳妇你不用管 让我的姐姐去管 对上也是不孝 将来生了孩子 你也不会尽到一个 好丈夫 好父亲的责任和义务 不仁不义 过门以后 不去照顾他的父母 自己不去上镜赚钱 就瘫在家里 等着他来喂养你 三千块钱 能供养的要你吗 你还大言不惭说 你连我都养不起 你还能养起孩子吗 你要他养吗 你对他的父母 对你的家人 对你自己都不仁不义 你们俩之间从头到尾 就不是一场相爱 而进行的结合 全是在算计 他能不能婚后养我 他能不能给我生个儿子 他能不能进我的家门之后 怎么跟我共同 我养个孩子 他就听话 不要去上班 你们没有爱做基础 女生我劝你一句 不管你离不离婚 首先不要把幸福寄托 在任何一个男人身上 你要把这个思想 从根上就断了 幸福在自己手里 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去好好做一个 爱自己的女人 才能收获幸福 难是我送你一句话 人不怕穷 三千块钱 我们一样可以 一家三好过得很开心 人穷不怕 怕的是骗 穷不丢人 但是说大话 画馅饼 给别人 不可能实现的期许 这就叫骗 骗丢人 所以好好生活 脚踏实地 三千块钱也能过好 三万块钱你不会过 一样过得很差 脚踏实地 过好自己的日子 踏踏实实给到对方 我们能够真正去过的生活 这才是一个男人的责任 一个男人的担当 踏实做人吧 你就是一个生育机器 你不生就有别人生 今天现在此时此刻 来到这个节目 就是你的最后通牒 它特别让人愤怒 但你更让人生气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 能够大言不惭地 站在台上说 我嫁来了 你就得养我 什么年代了 你爸妈花钱 培育你这么多年 让你读书 是为了让你嫁给一个男人 让别人养你吗 一个月挣三千块钱的男人 你问他 你能养得起我吗 这份提供问吗 一个男人 他的家里面 爸爸生病 妈妈生病 你不去照顾 还有理啦 第三 一个男人 背着你 就直接跟你的老板 去对话 你不觉得 这事可怕吗 他做这件事的目的 他刚才只说了一半 他说怕早产 我说你现在还没怀上孩子呢 我知道他下面想说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 让你安安心心地 当一个生育机器 完成你的使命就可以了 你嫁给他 还想吃香的喝辣的 还想买五千块钱的衣服 婚前表现得那么完美 是为什么 骗你好快点结婚生孩子呀 结婚才四个月 就过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你还在这儿 跟他计较 婚前对你什么样 婚后对你什么样呢 你有脑子吗 你对自己负责任吗 已经等到三十二岁的年龄 才结婚 为什么不擦亮眼 你好好选个人呢 为什么一结婚就辞职呢 手心朝上管人 要钱的日子好过吗 他我一句话都不想说 因为无法对话 但是我想叫醒的是你 但如果你跟他是一类人 那我只能说是对牛谈起来 但是我想你还年轻 我想你今年才三十二岁 我想你还可以重新开始 我想告诉你的是 如果你结婚 是为了找一个人养你 找一张长期饭票的话 那对不起 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谢谢 我就好奇一件事啊 就是如果这个姑娘啊 她真的起诉离婚 非要跟你离婚 你会不会找她索赔 拿回从曾经你为她花的钱 我们俩之前是真实的感情 我只能回发你 过了也就过了 姑娘 你要跟她起诉离婚 你得做好这准备 她是有可能跟你索赔的 你以为你花了的钱 就是你花了吗 我问她这个问题 她连一点点的惊讶都没有 这玩意儿是想过的 你看她笑了 明白了吗 我是希望您劝和 没想到您给我劝离了 没有啊 我没有劝离 我是在告诉她 我是苦笑 我是在告诉她 你看 如果你离婚 有多么大的风险 当然 你进入这样一段婚姻 其实是挺活的 为什么 当然吧 所以今天你落到这一步 我建议你好好地思考一下 好好地想一下 这样 儿子给服药费吗 七百 那就说你一个月的实际收入是 两千三百块钱 对吧 现在最大的困难和阻碍 是女生过不了那个被骗的坎 对吧 因为过不了那个坎 所以对未来看不到希望 而男生因为做的承诺太多了 女生又无法再次相信承诺 这是你们婚姻碰到的最大问题 所以我给你们总结出几点 一 两千三百块钱 够不够两个人未来的生活 二 如果我们的感情修复了 有了孩子 孩子的抚养怎么抚养 三 长期的生活下去 我们这个家庭到底有一个怎样的规划 父母该如何照顾 四 孩子上学以后 应该怎么去处理孩子的教育问题 四大问题你们想清楚了 这婚姻的难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女生想明白啊 她就是这么个条件 想跟她风雨同舟 好 对吧 你说因为你骗了我就过不了这个坎 我也吃不了这苦 我翻身就走 也没人责怪 看您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有一点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靠自己努力 去拼来幸福 这话也送给您吧 靠自己努力拼来幸福 幸福是拼来的 幸福不是躺着来的 不是咱嘴说出来的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就要爱 真情六十秒 真景于我非常感谢你 能在人生的路上选择我 也给我一次机会 我也比较 非常感谢你 然后但是我希望就是 以后咱们今后的日子 然后你能够把这个生活标准 降低一点 我们开源节流 然后我认为我们的生活 一定会好起来的 以后我也会加倍努力 然后我们的生活 一点一点的会好起来 然后至于这个孩子 无所谓男女 你只要生出来了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的一个 一种千丝万缕的关系 然后会能把我们牢牢地 拴在一起 然后一起一生一世 我觉得我们能够 一点一滴地幸福起来 然后我希望你给我机会 我觉得我们能够幸福的 那我再考虑一下吧 你看这多好啊 事都说明白了 要跟我在一起是要过苦日子 对吧 但是苦日我们能过出甜滋味 你愿意来 咱就继续 我这话理解的对吗 谢谢两位 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 报名热线是 022-23606-301 情感困惑的观众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来来来 余老师预测一下 预测的结局是 男出女不出 男出女不出 来吧 咱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你们关键看女生 男生是没有任何的选择 这个她的态度 我也特好奇啊 就是我最后还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发自内心的想问 就是你当时既然决定要选一个 在你心目当中 我觉得应该是个贤妻良悟啊 那你怎么会就是给女生 开出这些条件呢 不照顾父母啊 不这不那呀 你怎么想的呀 兄弟 老师既然我失败了 您还有必要去探讨一个失败的 这个人回复吗 已经没有意义了 不是 我问你这个问题 其实我是想告诉你 如果下面你想重新开始的话 你需要做哪些调整 但是你觉得没必要了 那就是我废话了 对不起啊 对不住 来 谢谢您 请回 走的方向不对 往那边走 哎 我是想告诉她 你应该找一个 接受你的一切 并且愿意跟你风雨同舟的女性 这样你才会找到幸福 来 我们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她太抠门了 让我在朋友面前很没面子 我可以伺候她 但我为什么还要伺候她的朋友啊 她什么都要和我斤斤计较 就是不够爱我 我觉得我就是她的工具人 做什么都换不来她的笑脸 她从来不考虑我的感受 永远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我现在都不知道她心里 有没有我这个男朋友 有请就对情侣有请 小陈22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小刘24岁来自山东自由职业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你有多高啊 一米八八吧 好高啊 谈了几年了 一年多 来 说说吧 就一开始的时候 她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理想中那种比较完美的男朋友 也是我们的感情 一开始也是我理想中 比较完美的感情吧 但是后来的时候 我就发现她越来越抠门 越来越斤斤计较 真的是因为我抠门吗 我觉得我在她那 永远都是一个工具人 就是她那种招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人 她就是心里从来没有在乎过 我的感受 那咱们这样啊 女生说男生抠门 男生说女生把她当工具人 对吧 咱们先把这两个大问题 先弄弄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先说抠门吧 我为什么说她抠门呢 就比如说之前 我跟我朋友们 还有她 我们几个一起吃饭 然后我跟我的闺蜜们 点餐的时候 我们问她饿不饿 她永远都说她自己不饿 我就是不饿啊 但是等我们点完了 付完钱了 最爱开始吃了之后 她又突然说 我又突然有点饿了 我再去点点吧 她就是怕我们 让她一起请客 你这个解释一下 当时我本来就是不饿 但她那么吃 我后来就饿了呀 就馋了 对啊 你怎么就说我扣门呢 但是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次 再比如说 我们好多朋友 一起去酒吧玩嘛 其中有几个 我好多年没见的朋友 他们就想叫我男朋友 出来看看我男朋友怎么样呀 他就为了不买酒 不请客 然后他假装自己酒精过敏 跟所有人都装自己酒精过敏 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嘛 他买了一桶那么大的水 就坐在角落里 然后这样蹲蹲地喝 别人问我 这个人是你男朋友吗 我都不好意思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不是酒精过敏 这事不丢人啊 不是抠门啊 但是他不过敏 他事后跟我说 他怕买酒 所以说自己酒精过敏 当时我本来就是 大学毕业嘛 我确实也没太多积蓄 但是他每次 都让我请他那些朋友 他老是在于他朋友 那种感受和想法 你知道吧 不是 我觉得我谈恋爱了 然后大大方方地 请朋友们吃饭 那我没必要等你朋友们 打中脸充胖的吧 我也没让你每次都请 而且你请一次怎么了 就是因为你老不请老不请 所以我特别想 让你请我的朋友们 吃一次饭 这样我也比较有面子 我觉得那些钱 花在咱俩身上 不比花在他们身上 值一点吗 我喜欢你这态度 但是他要是真花在 我俩身上也行 他根本就对我也是这样 我没花吗 他对我也是这样 比方说有一次的时候 我说我想吃桃 然后他说行 那我去给你买 我就还挺 我买了呀 对 他买了 我还挺开心的 最后他买回来 我一看 那么大袋子里面 就装了两个桃 摆多了他也吃不了 你知道吧 因为我们家水果 本来就多 他每次都吃那么一两口 然后他就放在那里 就坏掉了 我就怕浪费嘛 然后后来 我们因为一些别的事情 发生了争执 他就回家了 回家了之后 我过了一会儿出去一看 两个桃还剩一个 他拿走了一个还 我本来就是一个 这姑娘无言以对 我就是觉得吧 每一次都是这样 就我们吵架的时候 他永远不去思考 我们为什么吵架 而是总是在意 这些事情 好好好 然后第二天 我在家吃饭呢 我听到他说 我们家密码所的声音 我就觉得他肯定是 看我不理他 他来道歉了 结果一开门 他戴着帽子 戴着口罩 他一句话也不说 也不看我 就鬼鬼祟祟的那种样子 然后走向 我哪鬼鬼祟祟了 反正就是 走到了我家厨房 然后打开了冰箱的门 然后他拿走了 我们前一天晚上 出去吃饭 打包回来的剩菜 那个剩菜 本来就没人吃 而且每次都是让我吃 但是他明明都到我家了 我生气了 他也不哄我 他在意的是那些剩菜 不吃会浪费 那我进去拿菜 不就想找个台阶上吗 我看你理不理我 跟我说不说话吗 你当时根本就是 为了拿菜而拿菜 不是为了来哄我 你根本就不在意 我生不生气 而且他平常 他自己就是一个 这样尽尽尽脚 而且很抠门的一个人 之前的时候 我们有一段时间 没联系 然后他看我朋友圈定位 我去了北京 他就自己书密码进我家 拿走了他一个 戴了一星期 他都不摘掉牌的帽子 因为那天是七天无理由 推换的最后一天了 所以那天 他必须得去我家拿 那个帽子 本来就不合适 他再不退就退不了了呀 可是我的重点不是这个 我的重点是 他告诉我一声 我肯定会把帽子还给他 但是他也不跟我说 也不给我发消息 他就自己偷偷地进我家 把那个帽子拿走了 我就很生气 然后之前的时候 我说我想吃一家外卖 他一开始说要给我点 我还挺高兴的 结果他突然又改变主意 出尔反尔 我就很生气 我就把他的手机 锁在我的房间里 我把它关在门外边 我就说你不点的话 那你就别拿 别想拿到你的手机 然后他又改口了 他说行 我给你点行了吗 我就心软 我就把手机给他了 他拿到手机的那一刻 一秒变脸 他说我凭什么给你点 就这种态度 不是 那你怎么不说前面 是他先点了一份外卖 然后他还想再吃一份 他想尝别的家是什么味 我说咱已经有一份 因为他每次都是吃那么一口 就不吃了 然后那一盆他就浪费了 你知道吧 我觉得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但是我前面点那份外卖 根本就不好吃 你再给我多点一份 怎么了 谁家钱也不是大风挂来的 就这二三十块钱 还要计较吗 那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一次 他说他冬至 他想吃那个饺子 我去寻找我给他去买 当时天还特别冷 我把那个饺子揣在我怀里 我还怕他吃到凉的 给他下楼之后 吃了一口 马上就扭头就走 我当时为什么走 是因为我最讨厌吃猪肉 我跟他说过一万遍 结果他那天买的是 猪肉大葱的饺子 我不知道那是猪肉 当时就那一家店了 你买的你能不知道 那是猪肉大葱馅的饺子吗 如果你当时跟我说的话 我还是去给你换的 什么都没说 你直接扭头就走了 之前就因为这个事情 吵过架了 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这件事情你既然做了 你就应该把它做好 而不是像敷衍的 完成工作一样 去做这件事情 对吗 还有一次 香水那次 现在进入男生反诉时间 听明白了 就香水那一次 香水怎么了 他过生日 他想要一款那个香水 那香水已经在国内 就买不到了 然后我就托朋友 去国外去代购那款香水 然后我就送给他 第二天我就逛 那个二手平台 我一看 他把我送给他的香水 就给卖了 不是 我当时 为什么卖这个香水 是因为我跟他说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已经停产了 所以他买来的时候 保质期也没剩多久了 我一看 这保质期到了 我用不完就浪费了 所以我就挂那种 二手平台上给卖了呀 而且你既然说了 是你送给我的礼物 那他就是我的东西 我怎么处置 我送给你的礼物 我是送给你的是心意 你把我心意挂 二手平台上给卖了 但是我也很感动呀 但是出于现实的角度 我确实就应该这样做 他马上就过期了呀 而且你送给我了 就是我的东西 我为什么不能处置他呢 这果就是你的一个工具人啊 好好好 我这弱弱地问一句啊 这么听起来 这小子也不抠啊 该花的时候 人家也花呀 对呀 那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 哦 我很无语你知道 很无语 香水这事就算了啊 就送戒指那个事呢 他把我送给他的戒指 给扔垃圾桶里去了 你怎么不说 我那次为什么生气啊 因为他刚送完我的戒指没多久 他就和一个女生去自博玩了 当时自博烧烤很火嘛 他就去自博吃烧烤了 而且有说有笑的 然后那天我问他在哪 他说在家 是我朋友看到了之后 拍照发给我 我才知道的 那我是去工作了 去出差了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 就是自媒体嘛 搞拍摄的嘛 那你没必要骗我呀 我跟你讲真话 你会信吗 你直接又把我拉黑啊 而且他总是这样 每次就是跟女生 有那种不清不楚的事情 都是借着工作的名义 哪里不清不楚了呀 我就觉得你和女生 特别没有分层感 特别没有边界感 他总是公共场合 光明正大的看美女 看美女男的 还要偷偷摸摸吗 我没看 不是 看也很正常啊 他是这么给我解释的 他说所有的男人 都会看美女 有一种男人 就是偷偷摸摸地看 那叫猥琐男 有一种男人 他会光明正大看 那才是内心坦荡 不是 长得好看 我看一眼怎么了 那可不就大大方方 可是我在旁边啊 那我跟你出去 他就恨不得 我戴上那个眼罩 一直盯着他出去 我就不看路呗 可是你看的 根本不是路啊 有大肠腿路过的时候 你眼睛都恨不得 粘着腿上 这恋爱的时候是这样啊 就是我要求 我完全地占有你 挺正常的 而且他总是提他前女友 就动不动就说什么 我前女友当时是笑话 动不动得漂亮 那不就是在阴阳我吗 我只是给他分享一下 我当时的一些日常 你脑子坏了吧 不是 他还老问 然后我就觉得 我给他分享一下呗 分享完之后好了 就生气了 又把我拉黑了 就是他先给你设 这个陷阱是吧 然后 对 他就挖个套 让我跳进去 因为我本来就是做这个行业的 你知道吧 而且我每次出门打电话 不是 你到底做什么行业的 自媒体吗 自媒体你做哪个垂项吗 他拍和女生谈恋爱 我只是每次就出现不同的 我去演一演啊 演的是情感故事 对 一点都不理解我 你知道吧 就我每次在外面拍视频的时候 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然后骂得还很难听 因为他拍的那些东西 我真的很难接受 我就跟他说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拍视频的时候 你去牵人家的手 你去和人家有肢体接触 你去叫人家宝贝 我很难接受 我来问几个问题啊 用一个词形容 你现在恋爱的感受 憋屈 委屈 同样用一个词 形容你的恋爱感受 很矛盾 接着再问啊 给分手一个理由 好不好 好难哦 虽然憋屈 虽然委屈 来 给分手一个理由 就我觉得 如果我提出的问题 它不能改变的话 我觉得也没必要 继续下去了 哦 改变才能继续 不改变就分手 是吧 给在一起一个理由 男生 我觉得他如果 还是一直把我当工具人 去使唤 我觉得也 他没有把你当工具人 听来听去 不就送了个饺子吗 咋还当工具人了呢 不是 他 你感觉是这样 不是 他从来没给我打过 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 你知道吗 就是每次都是他出门 都是我跟他打电话 然后有一次 他好不容易给我打一次电话 他说他想我了 然后我去那 他想我了 咱就直接就过去吧 因为当时还在工作 我就直接开车 去他家找他 然后我到他之后呢 我发现 他是跟一伙朋友 一块玩那个棋牌 你知道吗 就是自缺一的那种 不是 这个事情 我说过很多次 我当时是想 叫他来一块玩 因为大家都 找了自己的男朋友 但是他们男朋友 有的有事来不了 有的有工作什么的 如果他过来了之后 我的朋友们也会觉得 他对我很好 不是 你老说 你朋友们 朋友们 我朋友的意见 也很重要啊 啊 嗯 我 嗯 好好好好 委屈的呦 我以为你想我 去了之后发现 原来是让我来 陪你玩个游戏 是吧 嗯 哎 你还为他做过什么 让你觉得你是个工具人 上次送包那个事 送什么包 因为他当时那个包丢了 就他不管不过 然后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包丢了 然后我去给他找嘛 然后他就跟朋友去那个 去玩了 去玩之后 他的包丢了 他不找 对 他说他当时 还有跟朋友有事 有急事 他跟朋友们去玩 嗯 然后他就跟我打电话 他说那个我包丢了 呃 你帮我找一下吧 找他给我送过来 我当时找了一天 然后我给他找到了 我就给他送过去 我把电话 我给他打了两个电话 他就是一直不出来 他说我这么玩呢 玩呢 他又有过去又有过去 我就等他等了 差不多得半个小时吧 然后他才出来 出来之后我就把包给他 就是二话没说 不 说了一句话 说了滚吧 然后就拿那包 直接就又扭头就走了 那我是无缘无故 跟你说这个吗 当时我的包丢的时候 我正在帮我朋友搬家 我朋友是一个女生 然后他有很多的东西要搬 然后我实在是 没有办法去找包 所以我才让他帮我找的 然后他找到了 送给我的时候 其实我很感动 当时我看他开车来的 我就想着让他顺路 去烧我闺蜜一程 因为我闺蜜一个人 搬了俩大箱子 结果他当着我闺蜜的面 他说了一句什么 他说了一句 这个箱子太脏了 不能放我车上 我觉得很尴尬 因为他就等你闺蜜 经常会诋毁我 或者怎么怎么的 我觉得没必要 咱帮他忙啊 而且他不有男朋友忙 平常让我送回家啊 说得好 说得好 有个问题啊 姑娘 为什么你闺蜜 劝分的事她都知道呢 她老看我聊天记录 看什么 我没看到聊天记录 因为当时我在现场 然后他非得让人评理 对 他非得让人评评理 所以就是你们俩的恋爱 你感觉在跟很多人谈是吧 对 我就觉得 我是大家的男朋友 而且我觉得 大家是个工具人 就他们就随意指使我 现在你已经工作了是吧 对 我已经工作了 你呢 我也是 你做自媒体 对 你呢 多有类的 反正在一起待着 也比较难受 让你们分开呢 也难受是吧 好像这个 女生分手的心情 更颇切 每次她都是这样 是因为说 你的朋友认为 你的男朋友不好 还是说 你自己觉得她 我有时候也 也很混乱 就是 我觉得我已经跟她 沟通过很多次了 但是每一次 她都是嘴上说得好好的 但实际上做起来 又是 不是 那你希望 她怎么样呢 我希望她能一些事情 别和我那么斤斤计较 就大度一点嘛 就比如说我朋友 让她帮个小忙什么的 她就能帮的 就帮一帮 不要是走 我怎么发现 你从来没有 对她提要求 你提的要求 都是让她 去帮你的朋友 因为她对我 我觉得还可以吧 也就是说 她在对你这个层面 你也没什么 好挑剔的了 也不是 也不是 你真的不害怕 说你的闺蜜 喜欢上她吗 就是她 如果真的老去帮她们 或者施以援手的话 她就会比较老实 我不会那样的 也不是吧 我闺蜜们都有男朋友 然后我就是朋友比较多 然后我基本每天 都跟我很多朋友在一起 所以她的性格 不太能够融进去是吧 是有点 这个实际上面 就是最大的一个差异了 还想过你未来的 这个先生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就是大度 大方 然后幽默 聪明 说白了就是嫌这个 男生不够大度嘛 其他好像也没挑出 有什么毛病来 来说说你的完美女友 温柔一点 然后散解人意一点 然后就可爱一点 然后就是有趣一点 她差哪 她就是差散解人意 我觉得 今天老师们的意见重要吗 嗯 重要 重要 行 我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这个恋爱当中的磕磕绊绊 是在所难免的 但关键是什么呢 如何去解读这件事 我听到女生的解读呢 其实也是挺小心眼的 和对方的抠门 是同一个逻辑 因为在很小的事情上 你揪着不放 如果你说你男朋友抠门 在经济上的话 那你是在心理上的抠门 你们恋爱有一年多了 而且整体上呢 你们又很满意 只是在某些细节上不满意 这个时候 我认为女方的解读 就有点是过度解读 或者在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叫加戏了 如果我们不能够有 这样的一个包容度的话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障碍 你们的解读 可能都让你们过不下去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男生的抠门 我认为在某种角度讲 对你脸上是安全的 他是真心的 专一的 是专注的在和你谈恋爱 而在你的生活里面 你的闺蜜圈子 可能占多部分 他只是你生活的一小部分 所以他和你谈恋爱 其实是很专注的 是安全的 不像你说的和别人演演戏 然后拍个片 就可能一情别恋了 不会 有一天你一情别恋了 他都不会 所以你要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解读的话 永远是有两方面 另外一个 男方呢 如果你真的爱他 要尝试融入到他的圈子 如果你要跟女人 在这小事上斤斤计较 所以我们就说 这不像个男人 大概意思就是 男人呢 尽量粗一点 女人呢 偶尔细一点 这是从某种角度 性别不同 或者叫物种不同 不能完全一概而论 如果你进到 那个圈子以后 那在我看来 这个你原来的 那个所谓的抠门 在某方面来讲 是个勤俭 是个好习惯 但是在心理上的计较 我认为就不好了 如果两个人 都在情绪上计较 我认为就走不远了 目前看呢 你们分手是不可能了 但是这个问题得解决 好吧 男生说 你希望女生善解人意 其实你最差的一点 就是你不懂得 善解人意 情商不高 有时候太直 情商不高 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不去思考别人 我们不去替别人着想 我们不善解人意 对不对 你如果换个角度 去想对方的感受的时候 你的情商自然就提高了 所以像你的女朋友说 我的闺蜜搬家 需要烧一成 这么一点小事 你却因为说箱子太脏了 不能放到车上 你搏了她的面子 也让闺蜜对你有不好的印象 以这样的方式不划算 对吧 你维护了自己 那么一点点小心思 得罪的是两个人 日记月脸就是女朋友 对你的不满意 女生你说你喜欢的男生 是更大度一点 更包容一些 但实际上你最缺乏的是 大度和包容 我的感觉是你不够喜欢她 所以你会在这些细节上挑她的毛病 所以你不能大度地包容她 选择权我觉得在你 喜欢就包容 觉得不喜欢就祝福彼此 这就是最好的爱情 也是最好的结局 谢谢 男朋友是用来爱的 而不是用来晒的 非要在闺蜜面前表现一下 哎呀你看我的男朋友 多么体贴温柔细心 不要做这样考验人性的事情 不要觉得自己的闺蜜 永远就是你的死导 你就不怕你的男朋友 被闺蜜抢走吗 如果你真的不怕 那就证明不爱呀 我只是为了 让你来满足我的虚荣心 在我的闺蜜面前 能够秀一秀 看我男朋友多好 我之前看到过一个故事 说这个智慧的这个犹太拉比 在看到一个年轻人 吃鱼的时候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吃这个鱼啊 这年轻人说 因为我爱这条鱼 然后拉比就说 你爱它 就把它捞起来 然后吃掉吗 所以有太多的人 都是打着爱的名利 在满足自己的欲望 所以这个时候 明白你追他 可能会觉得 你想要各种各样的方法 来佐证 这个男人到底有多在乎我 到底有多爱我 但是时间长了 你就忘记了 我是因为爱他 还是因为要考验他 想清楚了啊 就这样 姑娘 今天你男朋友 是一个特别爱社交的人 他身边一群男男女女的朋友 整天拉着他出去喝酒 出去干嘛 每天他没有时间陪你 天天陪他那些朋友 而且他那些朋友 特别不喜欢你 每天在他耳边说 你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结果你男朋友让你 去给他那些朋友买酒 你愿意吗 让你对于他那些朋友 大度一点 你愿意吗 己所不如是于人 现在你男朋友 你知道他心里面想的是什么 觉得他脑子里面就一句话 叫人间不值得 就是人间不值得 你知道吗 你是他的人间值得 但你那些朋友不是 我不是说你那些朋友不好 但是你硬生生把你那些朋友 打造成了你男朋友的人间不值得 你又没发现 所以我刚才才问你 为什么你男朋友会知道 你那些闺蜜 老说他坏话 可不就是你们自己打造的吗 如果是当面说的 那我只能说 你那些朋友那些闺蜜 真的很不尊重我 一个男的跑到你们这边来 说跟你们社交跟你们玩 结果你们一堆人在怼 他说他不好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凭什么 凭什么 大家都是平等的 对不对 这个时候 你也要明白一个事 你真的需要有那么多的朋友 你真的需要爱你那些朋友 超过爱你男朋友吗 这就是我们在社交里面的取舍 以及情感生活里面的内外的取舍 我不是说不需要社交 每个人都要朋友 但是所谓的朋友 至少我们他能够理解 你为什么喜欢这个男人 他至少能够通过你的喜欢 能够感知到这个男生 他对你的好 这是最基础的理解 他没有什么扣门 我不觉得有什么扣门 非常正常的一个独立男生 在自己经济条件下 已经对你做了他能做的所有的一切 他能够给你去买现样板的香水 能够给你把饺子送到你家门口 能够给你买两个桃子 一个特别美好 如果你连这种小小的美好 都感知不到的话 那你不是对于这段感情感知不到 你是对于感情本身 你失去了感知 所以不要再要更多了 至于你 我给你一个建议 原谅他那些朋友过去对于你的冒犯 再给他们一次机会 再试一下 如果之后继续冒犯你 我觉得你保持现在的态度没毛病 就这样 我是觉得不合适就算了 至少我听他那些朋友的这个表现和表达 以及他现在想要的那种生活方式 他容不进来 即使他们接纳了他 他也会容不进来 所以我倒觉得就是有点像完美错过 外人看得很匹配的 该有的都有了 这个这段恋爱多好 我们听起来有温馨 有浪漫 有情侣之间该有的争吵 比如这种平等和独立的两个年轻人 就挺平等挺独立的这个恋爱谈的 挺好的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自己在其中并不快乐 所以这是爱情最怪的地方 别人都觉得特别好 好登队好好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恋爱当中的两个人 无法去感知那份幸福 这大概就是最大的问题 让我们一起进入 192做要爱 真情有什么 我觉得听了平文老师和主持人的意见 我觉得确实应该先停止当前的争吵 我觉得应该自己先冷静下来 因为我觉得再纠缠下去 可能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我觉得刚刚老师们说的都对 我确实有我自己的一些问题 然后我觉得如果两个人 要爱别人之前 要先学会怎么爱自己吧 先学会了解自己的问题所在 所以我觉得 要不再多考虑考虑吧 就是你怎么可能让骄傲的人低下骄傲的头颅呢 对吧 谢谢两位秦辉 这一对的悬念就比较大了 猜一猜 毕竟还年轻 其他电话还不错 所以出来的概率比较高 双出 我觉得男不出 女出 双不出 来我们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年轻就是骄傲嘛 但是这个我觉得恰恰是好像 这一对恋爱人我们都比较喜欢的一个原因 就是他们在恋爱当中还是保持了自己 最本真的东西 没有因为一段爱情而掩饰什么 这个就是受不了 因为当一对情侣可以这么理性的对话 又这么年轻的时候 反正在我看来 就是没那么爱了 谢谢四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当然要感谢电视机前观众们的收看和陪伴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